大家好,我是大营 洋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蔬菜 洋葱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洋葱富含蛋白质维生素C 以及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冰糖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调味品 冰糖含有钙、铭、铁、钾等无基盐以及多种维生素 由此可见,洋葱和冰糖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把洋葱和冰糖一起泡水喝会有什么好处呢 下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洋葱和冰糖泡水的方法和作用 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洋葱 先用刀将洋葱的头部和尾部切除掉 切好的洋葱先放一边备用 下面把碗中加入一勺食用盐 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 用勺子往顺时针方向搅拌均匀 让食用盐充分的融入到水中 一分钟过后我们可以看到 盆中的食用盐已经全部搅拌融化了 现在我们将洋葱放入盆中 用水将洋葱的表面打湿一下 打湿之后再用手将洋葱搓起干净 切除掉洋葱的头部和尾部 这是为了在清洗的时候能够把洋葱本身的腊味释放出来 食盐具有杀菌的功效 可以有效的清除洋葱表面的细菌和杂质 另外用盐水来清洗洋葱的话 也可以去除洋葱里面的腊味 洗好以后我们将洋葱放到盐水中浸泡8分钟 8分钟过后我们将洋葱取出来 放在案板上 用刀将洋葱对半切开 然后把洋葱切成细丝 最后改刀将洋葱丝切成洋葱丁 洋葱切得越碎越好 这样洋葱的营养成分才会更容易释放出来 洋葱切好以后将洋葱放入盘中备用 现在我们把小碗中加入两勺洋葱 然后再向小碗中加入适量的冰糖 最后倒入100摄氏度的开水 用勺子来搅拌一下底部的冰糖 加快冰糖的溶解速率 搅匀以后我们将洋葱放在水中浸泡5分钟 利用这段时间我们再向小碗中加入两勺洋葱 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红糖 最后倒入100摄氏度的开水 加快红糖的溶解速度 红糖搅拌融化以后我们将洋葱浸泡5分钟 现在我们的洋葱冰糖水就已经泡好了 下面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洋葱加冰糖泡水喝的作用有哪些 洋葱冰糖泡水喝可以润肺止咳又化痰 对肺热咳嗦或者咽喉肿痛等现象 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 洋葱当中的挥发油含量非常的丰富 能够促进食欲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洋葱冰糖泡水喝还具有一定的发汗结表 预防感冒的功效还可以起到抗菌消炎的作用 洋葱当中含有较多的咸味素 可以促进体内胆固醇代谢 肺负的排泄 从而具有一定的降低血压的作用 以上就是分享洋葱加冰糖泡水喝的作用 这会儿我们的洋葱红糖水也泡好了 下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洋葱和红糖泡水喝的作用有哪些 洋葱和红糖一起泡水喝可以补肾羊血 滋阴润脂健脾和胃降低血糖 延年益寿增强抵抗力 而且还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保护肝脏降三高 如果平时我们出现伤风感冒或者咳嗽的话 可以给自己喝上一杯洋葱红糖水 洋葱红糖水对于伤风感冒是非常有效果的 洋葱可以杀菌增强抵抗力 红糖可以补气血 两种搭配在一起喝 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以上两种方法你学会了吗 如果学会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评论收藏加转发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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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